大家好 欢迎收听J.Y.P.电台 今天会和大家追踪一下MIRROR的近方 最近MIRROR的演唱会 亦有很多网民反映了 很不开心就是拿不到票 而且加了两场之后的特别的场合 依然都是买不到票 不少的镜粉都非常失望 而且很生气 最近在HKG香港电讯 亦亦继续保险后 推出另一个抽签送MIRROR的会票活动 但同时也惹来不少的镜粉 觉得很生气 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page 就是我老婆嫁给MIRROR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的page 之前就爆红了 现在是拥有35万的人去追踪他们 追踪他们 追踪他们 在这个群组里面 其中一位管理员 就RC 在2号的时候 即昨天在群组里发声表示 这次MIRROR搞的这个演唱会 买票的安排感到极度不满 决定在MIRROR演唱会之后 永久去关闭这个关注组 那事态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话说就是因为 其实在推出演唱会的时候 已经是很多人期待 以及很多人想去买票 但是呢 他们的公司就开始推出很多种 就是如果你买了保险 或者如果你有加入这个银行的币 的东西 就是可能开设了个币 那你就可以率先买到 那很多的镜粉 当然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是会支持自己的偶像 那就去可能买一下保险 又或者是加入他们的银行优惠 信用卡等等 但是结果都是买不到票的 而且在买票的过程中 是经常断断了 就是不断叫你重新refresh 接着又手机了 接着用了很多部的 Laptop、Device、iPad 都是抢不到票 那谷主就很生气 那有写就说 MIRROR卖广告 他的镜粉都充着去买了 MIRROR出的卡 其实镜粉一天三餐都是吃老麦 甚至他们出席的活动 镜粉都是第一天去排队 霸位 出什么MV 都是人肉 loop几百次 去到几百万view 那就是说 其实镜粉为MIRROR付出了很多 但是镜粉推出新歌 就是公司不用付钱 付很多钱去宣传 其实镜粉也很努力 为自己偶像去搞一些应援 但是那时候 谷主就说 他看到洪馆的floor plan 他就觉得 哇 黑洞的样子 其实呢 可以买的地方 已经是少之有少之有少之 因为前面那里 就是中间 是整个洞 这样 全部的位置 已经没有了 那 然后他就觉得 你这么辛苦 臭大个儿子 想参加他毕业来 但是呢 你看看 好不幸才能买票 一下子就要 光顾校长的朋友 要买保险 又或者在餐厅 买24个月的餐券 才可以坐到一个漂亮的位置 只要买两套 那他说 你现在 完全是把镜粉和MIRROR的爱 是绑架在一起 把镜粉当成ATM 即是当它水雨 不停抽水 然后又 即是要他做CLICKERLINE的东西 买完 即是有些广告 买完很多不同的产品 那 然后呢 才让你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那呢 其实钱也是要赚的 但是食伤就不是那么难 那在这个市 谷主post了这个文章之后 就很多的人 就有过千个留言 是表示同意的 那也有成员就表示 他这样搞法令到很多人反感 大家都知道镜仔其实是很努力的 那他们呢 就反而将个演唱会搞到 他们是一招清袋 那也都有人表示 上次那个已经是贵的 即是他买了其中一间公司 那这里不说 那他说今次更过分 他说今次真的很失望 等了十个小时 又不可以走开 然后简直是精神折磨 还比上班 然后最后呢 在德国吉 这样 那谷主呢 就回复 他就 一些传媒就说 那好像他老婆 好像有些朋友 帮他神明去买 那他也没有份看的 那我本来打算买两张 那一张就是他太太 和他的妈妈 怎料呢 他都比任何人更加不舍得 group 但是今次真的有点过分 那他就有问到他 他为什么会是演唱会之后才删除 那谷主也说 其实演唱会应该是很大的事 那应该还有很多人想伸 那等他先伸完 那就会 关闭了这个关注组 那谷主其实他也觉得很可惜 因为如果要shutdown的话 一定会引来很多回响 但是 回响可以令他改善 他们之后的做法 他觉得这样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也有问到 那如果几十万个前夫之后 怎样围牢取暖呢 那谷主也表示 说 牢其实周围都有 人在哪里 牢就会在哪里 那我看得出 其实谷主真的很认真去审视这件事 而且我也想说一说 演唱会的买票制度 无论他是不是用神明制也好 他本身的票已经保持着 就是中间是整大片黑色 然后周围边边的位置才能买到 那其实数量已经极少 而且呢 还要是 就是 不断去买广告 就是在那个演唱会的过程中 就是 不断你要买这个 或者你要加入这个的计划 你要去买这间餐厅的餐饮券 那你才可以去 稍微说有些机会去买到 那就是这个过程中 你明白吗 其实是不单只是 花费那千丶两千元 或者是那几百元去买 就是MIRROR的票 而是你花了其他的钱 比如说 可能是买了保险 或者买了一个餐饮券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买票的成本 那其实这些镜粉就很惨了 就是它被迫住 因为它要看 而要被迫住 但是其实可能 它本身对那个产品是没有兴趣 就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绑架了它 就是用你用镜粉对镜仔的爱 而去不断去宣传 或者要它迫使去买一些它本身不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 可以看到他们 真的很努力练习的成果 那我觉得在这里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是有点生气的 就是可能演唱会 是搞这么多人争是一定有的 但是问题是 需不需要 就是淋上很多这样的优惠 我觉得hold住那些位置 也是太多了 譬如说你hold住20个或者50个 那就算了 但是其实它又不止 它有很多位置是本身hold住了 可能是对某些代言也好 或者是对他们的朋友 可能是镜仔的朋友 或者是他们想邀请的人 所以在这里 就真的 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有点失望的 那另外呢 就说回他们 就是开始有这样的抽奖活动 那又要大家 就是要join了这些服务啊 才可以啊 又有些什么 就是新客呢 又要参加这些什么愉快啊 send card啊 或者是等等的东西 那其实你买的票 最贵那张1280 其实根本就不是了 就是你浪费更加多的钱去买的 就是事实上这件事是真的 是的 那其实这个帖子呢 是真的成功吸了很多 不少的人的很生气的一个情绪 在这里 那其实大家就 对于这件事呢 我觉得 就是要看一下它之后 如何去改善 就是或者关上了个帖子 就可以改善得到呢 因为最主要呢 是公司他们怎么打算 将这件事卖出去 就是他们把演唱会的座位 当作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去帮他们 推荐或者帮他们代言的一件事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演唱会就 演唱会就不要搞那么多 咯咯咯咯咯 就是一大堆去弄完 然后你买完这些 你才可以有 就是比较前有大一点的机会 可以优先抽奖 就是类似这样 有一些镜粉 前夫也表示同意 他说主办方呢 其实做的方法 真的令人非常失望 亦都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也有些表示 admin要在演唱会之后 才去关注这个群组的决定 其实也有些不解的 就是怎么这么不满 为什么不早点关注它呢 那 也都在这里 其实 早前在晚吹的一个节目那里 那其实呢 这个老婆嫁给MIRROR的一个 谷主也都验真身的 大爆前妻追星的秘密 对了 那当时其实呢 是 恋到回不了家 大谈他们怎么 就是很努力地追星的过程 那这样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群组 如果关掉了 其实是很可惜的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帮助 就是一个MIRROR去红 或者多人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群组 那在这里就不清楚 他演唱会是不是真的会关掉 那就是要看 那还有我觉得 他有个notice也好一点的 那突然间关掉 即是立刻关掉 那可能有些人其实 他看不到这个新闻 或者看不到这个news 他自己突然间 诶 为什么这个群组没有了 那样 真的很好神奇的嘛 这件事是 那所以其实 也需要一个缓冲期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始终也有三十几万人在那里 那所以其实 他有一个缓冲期的好一点 那至于他之后 是不是真的关掉了群组呢 我们就要 之后再留意他们的更方了 那今天这条影片是分享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给个like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也可以按订阅 和按钟仔 记得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